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进行革命必须明确革命的对象 同时也要明确革命的主体 这个革命的主体也是革命的动力 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和动力都有哪些呢 大家都知道 五星红线上有五颗星 其中最大的星指代的是中国共产党 其余四颗星分别指代的是 五彩阶级 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 这四个阶级同时也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和动力 那么它们为什么会成为革命的主体和动力呢 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 五彩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 五彩阶级是中国轮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 它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的 而且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产生的 中国五彩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 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 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第二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其中的贫农是五彩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而中农是五彩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 他们深受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 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实际上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 1925年12月 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毛泽东此文针对的是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 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 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 这是右倾机会主义 第二种倾向以张国陶为代表 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 这是左倾机会主义 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到自己力量的不足 但是他们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 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 在毛泽东这个文章里 毛泽东指出 农民是中国五彩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第三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五彩阶级的可靠同盟者 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 小商人 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他们同样受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因此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第四呢 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 是一个带有两面性的阶级 一方面 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 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 是革命的力量之一 但是另外一方面 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 往往会表现出明显的动摇性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 决定了它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 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而在另一时期 又有跟在官僚制裁机后面反对革命的危险 因此它既不可能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 更不可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以上各阶级进行革命的原因 我可以把它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自身生存的需要 二是对现实的普遍不满 三是爱国主义的情怀 四是革命理论的强有力的引导 等等 大家可以总结一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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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